三名初中生一起预谋杀害了自己的同班同学 并把他埋在了苏栽大棚里 初初心心 如果是你们遇到了这样的同学 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吗 欺负我我就打回去 那你能打得过三个了吗 不能 那就告诉老师 对 但是请记住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 因为只有爸爸妈妈才是那个会拼命命保护你们的人 我们不得是 但是我们也不怕是 霸凌者可能会威胁你们 那你们不能告诉老师 不能告诉爸爸妈妈 你们能不能因为害怕就不说呢 是的 你们越冷气翻身 霸凌者就会越肆虑忌惮 所以不要害怕 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会帮你解决问题 校园霸凌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如果遇到了 我们可以报警处理 不接受对方的道歉 如果身体受到了伤害 我们就去验伤 如果对方对你进行了欧打鲁骂 那就涉嫌寻信姿势 16岁以上 我们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6岁以下 我们可以追究他的治安责任 让警察立案 并且要求他们在警察的鉴定下 出去保证书 保证以后 不会有类似的事发生 一旦违反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定要让他们签字摁手印 出出心心 一定要记住 校园霸凌 不是你们自己能解决的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 告诉爸爸妈妈 报警处理 才能让他们害怕 知道吗 我一定会订阅 我感觉到 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